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就是第16章的内容 那今天呢 特别我们看到16章 是讲到这个首节 那首节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懂得祭奠神 以及来感恩 好 那我们先来重复一下 好吧 那我们知道呢 圣命记一直都是在重述神的命令 那我一直在讲到这个 胖胖弟兄姐妹可以记得 圣命记就是从神的命令 然后呢 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遵守 所以顺服上帝的诫命 就会带来什么 带来祝福 带来蒙福 所以我常常说的 顺服就是蒙福 好 那我们就来到 看一下这个来到12章到26章的 这个内容 那12章到26章 那么上个礼拜五我们讲到喜年 喜年是要豁免那些欠你债务的人 主要呢 上帝是关心人 上帝是要看到每一个人都能够 是有足够不会缺乏 然后那些也特别激恋 就是过去以色列的人 他们是在埃及成为卢仆的 那么他们也愿意看到说每一个人 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辛苦了嘛 你何必也要把这种座担架在人的身上呢 然后现在的第16章是讲的首节 首节是为了祭念主 过去再 怎么样带领他们呢 出埃及等等 然后首节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 回想起神 跟神有一个交通 交通的一个机会 就好像我们守圣餐 为什么守圣餐 保罗说什么 是我们要祭念主为我们的寿司 想起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重点 好 我们就进来看 那么呢 第23章 曾经历位记呢 有讲到这个七个节日 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七个节日 就好像圣明记16章当中 摩西不是在教导百姓怎么样过节 就是怎么样过一个节日 但是他是强调 百姓们 如果你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 你要守这些节日 守这些节日来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 那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日 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可以折读起来 第一就是一月节 然后呢 无效节 然后呢 或者我们叫做出手节 摇困节 那么呢 七季节 刚才有读的 然后有吹脚节 暑罪热 住棚节 住棚节 那么就是刚刚十月初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守这个朱棚节嘛 然后也在朱棚节当中呢 就给他的敌人来攻击他 这个就是朱棚节 那么呢 第16章的16节有说 一切的难定要怎么样 要在除教节 七季节 朱棚节 一年三次 这个七节当中有三个节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以色列人的男孩 一年要三次去守节 就好像我们华人 我们有很多节 有端午节 有冬至 有农历新年 有中秋节 各方面 但是有没有每一个我们守 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节 的一些守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呢 上帝就是说 告诉他们 他们要去到他们所选择的地方 来朝见神 所以守节的目的 是让神的百姓 我把它答错 不是这个是 是让 我先给我修改一下好吗 是让神的百姓 是让神的百姓能够重温 重温神对他们永久的供应 同时也记念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大事情 就是过去神整个拯救他们从埃及 所以就如同三个星期五呢 我有讲说 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对吗 所以这一章呢 就让我们来了解 这三个节旗的属灵的含义 同时呢 这七个旧月的耶和华 节旗呢 其实呢 如果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其实这个七个节旗 7th festival 它是有一个 意表性 有关耶稣基督 There is a symbolic in this seven festival 是意表耶稣基督的 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等等 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好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图表 就是戒旗跟耶稣基督的意表性等等 你有时间你自己再来去研究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他说你要注意亚比叶向耶和华你的神 守一夜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叶夜间 领你出埃及 领你出埃及 你当在耶和华所间 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据所 从牛群羊群中将一夜节的 祭生献给亚比叶向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看到这里有没有看到说有尼撒夜 这个图有没有 尼撒夜是真夜 然后以尔夜 西湾夜 达摩斯夜 这些都是犹太人的乐历 那么我们的阳历 所以你看这个尼撒夜 尼撒夜就是亚比夜 亚比夜就是犹太人的第一个月份 第一个月份 也就是我们阳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的那个月份 所以黑色的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个月份 所以你看这个月份 所以你看祝鹏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祝鹏节 祝鹏节在哪里呢 是在九月跟十月之间 所以我们刚刚犹太人守完祝鹏节 这是十月初的时候有没有 所以你就了解这样的一个热力的安排 那么一月节是九月的 九月里面的这个一节 对不起不是九月 就是我们这个犹太人的一月节 这是在我们现代阳历的三到四月的卢图所示 所以亚比夜也称为尼撒夜 尼撒夜就是犹太人的正夜 所以犹太人的正夜的第一个月 就是他们的新年就对了 简单的说新年 就像我们华人过荣立新年一样 那么这里讲第一节说你要注意亚比夜 为什么要注意亚比夜 亚比夜的原文是 你要谨守亚比夜的夜叙 因为亚比夜第十四日是 原来是纪念到的 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的月份 离开了埃及 所以以色列人的一年的第一个的阶级 是一月节 所以变成很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也预表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开始 是怎么样开始的 就是神的求恩领到我们生命 我们就有一个新生的开始 所以这一章记载的目的 是要记载以色列人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 记念他们从埃及出来 而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让我调调一下这个图 要不然大家看不到这个字的所在 那么我们看到人来到神那里 首先要接受什么 要接受神的救恩 就是要接受 就像犹太人一样 以色列人接受这个一月节 因为一月节的阳高的死 怎么样 释放了埃及人维鲁的以色列人 释放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维鲁的生命 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就被属灵的埃及这个世界 成为属灵世界的奴隶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高原的宝血 涂抹了射免了我们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释放了我们从罪恶出来 所以你看旧业跟信业 它有一个的对称的 旧业的这个一月节也就预表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因为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守身的 这个死亡之灵来了 守身的 埃及的都死了 但是尤其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的守身都比较保守 所以同样我们今天生命 借着耶稣基督高原保险 我们得到保守 我们得到赦免 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表性 那么吴教节呢 这里讲你要吃这寄生不可吃 焦有焦的饼 期的字内要吃吴教饼 就是混苦饼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很急忙地离开埃及了 因为上帝带领他们 所以要教你一生一世 祭练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 所以原来吴教节 就是要他们祭练 他们过去他们的祖宗 怎么样从埃及出来 就好像我们吃这个 怎么样这个 我们吃种子 有没有 我们就祭练到 古代的这个虚言 种子 但是这个呢 吴教节呢 就是祭练 以色列人呢 要他们 上帝要他们祭练 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祭练 他们的祖宗 过去呢 是在埃及 然后被释放出来 就那一天 好 然后我们看他的重点是什么 除教节也称为吴教节 所以我们 我旁边有这个七个节日的日期 给大家比较容易去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月节 一月节来到 一月节是正月十四号嘛 各天为期七天 就是除教节 所以他们要守吴教节呢 或者是除教节呢 七天 所以我们看到呢 除教节是一月节的一部分来的 整个节日是七天 七天的 就好像我们华人农历新年 我们是其实整个农历新年是十五天的庆祝嘛 所以也是有异样的 所以呢 因为神的拯救 不会这样就停止 就是救恩 是一个开始而已啊 对啊 救恩是继续继续 在我们生命当中发酵功能 所以拯救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把神的心情恢复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得到救恩 这是一月节 脱离了这个罪恶死亡的辖制 然后呢 才除教节 除教就是除掉那个罪的意思 因为发教这个教 因为信业常常有讲嘛 这个 这个 教这个字 是把它预表成为罪 所以除掉这个罪 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成长的过程 就是我们继续要活出生结的生命 要除去我们生命的这些罪 因为罪 它可以让我们走向死亡嘛 因为罗马书已经讲了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呢 罪的公价乃是死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经过一月节的人呢 必须立刻进入无教节 享用救恩的人 也应该怎么样 我们得救之后 要好好的活 活出一个追求生命 追求生结生活的人 因为西伯来书12章5节说 人非生结 不能见神 对不对 因为神是圣结的神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接下来七季节又是什么呢 七季节就是收割节 所以七季节在信念呢 我们把它称为五绳节了 因为它是收割 收割 所以呢 这个七季节呢 摩西吩咐以示的一定要守 一定要守 我们来看十二节 它怎么讲 你也要记念 你在埃及做过卢瀑 你要谨守遵行这历历 那七季节是什么 七季节称为收割节 所以呢 就好像我们沙劳业 我们有一个丰收节 我们有一个丰收节 沙劳业丰收节是有假期的 是因为过去犹太人 他们是一个农业 栽种的嘛 所以就是他们收割 这出手的麦子 从一月节到七季节 总共有五十天 大家还记得 使徒行传 耶稣基督要求门徒们等候他吗 等候圣灵降临 有没有 等候圣灵降临 所以五孙节 所以这个七季节是讲了一个丰收 所以为什么在新叶呢 五孙节 Pentecost 也是指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五十天之后的五孙节 圣灵降临了 然后教会带来一个大复兴 所以为什么大复兴 我们叫大丰收 A Great Harvest 因为Harvest是讲到 Arteculture 就是讲到这些 龙作物的收成 所以耶稣基督一表 还未得救的人 是一个河场 It's a Great Harvest 所以Pentecost就是有一个收割 圣灵降临的时候 就给我们一个大复兴 一个大收割 所以二十世纪就兴起了一个特别强调 讲方言的一个音动 Speaking in tongues Movement 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五孙节应动 五孙节应动当中 也就是彼得 Wagner 他讲出的这个灵恩应动的第一波 灵恩应动的第一波 就是神造会就是在这个灵恩第一波工作所成立的教会 所以神造会被神学家称为是五孙中的教会 所以神造会不是灵恩教会 神造会是五孙中 严格上来说 我们是五孙中教会 所以如果你是神造会 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一点 OK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然后这里讲第十三节 讲守这个朱鹏节 那么我们先读十三节说 你要把何常的骨 酒杂和酒收藏起 之后呢 就要守朱鹏节 所以你看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收割之后 那段时间是有很多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做收割 十五节说什么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里面 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 节七日 那 朱鹏节又被称为收藏节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朱鹏节的这段时间 刚刚才过了嘛 就是九月到十月之间呢 是以色列的一年的农作物的工作的时间 他们就是在那段时间来做栽种 然后呢 农夫就在这个十月 就是我们阳历的十月这段时间有一些的收割 所以五孙节之后呢 可能也有一些的收割 就像葡萄 所以收完葡萄之后 他们就会怎么样 他们会酿酒 然后呢 就守了一个朱鹏节 过去我们有去 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也有参加这个朱鹏节的 这个 这样一个节日当中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图 你看到吗 初首节 然后呢 来到三月六号 所以总共有五十天的时间 有没有 五十天的时间 所以三月 继续继续 差不多有一个四月的时间 来到朱鹏节 那我们看一下 十日节说 一切的兰定要在除教节 七七节 朱鹏节 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女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神 且不可空手朝见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照耶和华女神所赐的福分 奉献礼物 那神的百姓要用数字大成帐篷 上帝要以色列人记得 以前他们的祖宗是有牧民族 住在帐篷当中 然后他们在旷野 神怎么样用这个 营柱火柱引导他们 他们没有任何缺乏 这四十年在旷野当中 住在帐篷里面的时候 上帝在训练 那以色列第一代的 一些人怎么样依靠神 对不对 然后他们虽然有切乏 但是神是信使的 神切供应 他们没水 神供应他们水 他们没有食物 神供应他们 玛娜 他们想要吃肉 神供应他们安存 和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神都供应他 虽然他们在沙漠里面 但是他们有没有死 没有死 对 弟兄姐妹 可能你活在人生的旷野当中 看起来好像枯干 但是你死不了 因为上帝的信使正在保守你 有需要的时候 上帝又供应你 帮助你 引导你 你祷告的时候 在你人生的黑暗当中 有火柱引导你 百天有营柱引导你 所以使你百热 有银币 晚上有光热 所以 因此在以色列人 住在帐篷的时候 神要他特别特别的激烈 所以犹太人 他们常常会教导他们子孙 诉说神的美好 所以犹太人一直保存那个文化跟传统 就是这样 那我们华人其实也要学习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 就是要保存我们华人的那种很好的传统的文化 其实马来西亚是在大陆以外保守华人文化相当好的一个地方 在中国 等等 中秋节我们也是有团聚的时间的 所以我们保留的这些文化非常的重要 也告诉我们 所以基督徒除了我们保守华人文化之外 我们召集孩子的时候也一起可以祷告 所以很多基督徒在农历西亚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长辈给了红包之后 他们就会一起来祷告感恩 然后一家人他们都会彼此的诉说见证 可能从美国回来的澳洲回来的台湾回来 都会诉说见证神怎么保守我们一整年做些什么 上帝怎么带领 所以这非常美好的 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被西洋化了 没有 因为基督教本身他就不是西洋宗教 他就是我们去守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就是这个基督教他也不属于什么东方文化 什么西方文化 他就是恢复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祝鹏节我们回来 我们讲演的 我们回来 这是庆祝神的信实 要以信的人记得神的供应 在他们缺乏的时候 神就特别供应他们 所以神不要他们来到守节的是空手 我们守节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他们要先祭 所以弟兄姐妹 下个月是感恩节 美国的Thanksgiving 有没有感恩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不要空手 我们要感恩神 神在过去一整年 这十一个月怎能祝福我们 我们要除了十分之一之外 我们要特别的奉献来祝福上帝的工作 好 那我们继续最后呢 18节到22节讲到神的公义 因为这里有讲到说 他说你要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的各层里 各按自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公义审判判断百姓 弟兄姐妹为什么讲到守节之后 就讲到设立权柄呢 因为神先告在神的当中 他设立权柄 然后这些审判官 其实是要按神的公义审判处理事情嘛 对不对 因为百姓那么多 有人可能犯错了什么 需要有这些审判官 所以人的公义呢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人都有软弱 所以有时候自法人员 他也是有他的软弱 所以神要我们懂得 不要用自己的义去做判断 因为人的义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或者主观的看法 所以人与义不可靠的 只有神的义才可以可靠 神的义是能够让世界稳定 所以上帝要我们呢 神的百姓追求祂的公义 而且呢 当我们追求神的公义的时候 神就在祂的应许当中 就是当我们追求祂的公义的时候 大家来看20节 他说 你要追求自公自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 因为神透过摩西要告知以色列人 他说 如果你去到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 你要好好过活 要守我的公义 那么你才可以继续在这个地上 来享受从这个地的祝福 你所做的农作物各方面 才会得到丰富的收割 所以每一年 这些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 对不对 你过去你七年的经历 全年的经历 跟现在的经历不同 对不对 在前两年我们有疫情 现在疫情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的经历不同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守节的时候 我们的经历 我们都会感恩神说 主啊我感谢你 过去这个疫情当中 你怎么样保守我 所以我们就思想上帝的保守 然后2023年的年尾 你来到神的面前 感恩的时候 你会感恩神 神啊感谢你 你怎么样让我恢复的工作 然后让我的生意 让我在职场 一个方面你的看顾 所以每一年的经历不同 所以当经过你的经历 你在守节的时候 你就会来回想神的手 怎么样带领你 我们就开始数算神的恩典 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数算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手 上帝公义的手 来保守我们 所以守节的目的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感恩的季节 我们守圣诞节的是什么 我们祭念耶稣怎么样 我们收拾 复活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圣诞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虽然圣诞节不是在圣经有记载的时候 有什么圣诞节 这个是过去的一个传统 但是我们不是去庆祝 那个过去的 这个外伴们所拜的太阳神的这个季节 我们特别圣诞节来祭念耶稣 耶稣的单身 耶稣什么时候单身没有人懂 我相信耶稣也不是那个12月25号单身 但是我们是祭念圣诞节的精华 我们通常是用圣诞节以一个机会来到传福音 把人带来认识耶稣 让他们可以祭念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 所以教会不是因为去庆祝这个外邦神 没有 教会只是在圣诞节之后祭念耶稣的单身 祭念耶稣的单身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首节是一个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在首生产的时候 我们也要感恩神 对吗 每当我们来到个节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神 包括你是华人 在不久之后 几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有荣立信念 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来感恩我们的上帝 因为祂来带领我们得胜一切 好吗 我们来感恩神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祢 我们虽然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还是华人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不再是华人 主啊 我们是一个有浓浓华人文化的基督徒 主啊 反而我们要把基督教的信仰 更加的体现 因为华人是很讲究 孝顺 而圣经也教导我们 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 那我们再次就能够再次长寿 主啊 我们更加的来发挥 发扬华人的文化 主啊 好让许许多人知道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没有失去华人的文化 我们反而会把华人的文化 更加的来发挥 主啊 来影响他们 把他们带到来认识祢 主啊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啊 我也祷告让中文教会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在台湾 香港 北美 澳洲 都能够呢 大大的成长 在这个末日的季节当中 会有更大的丰收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